众所周知胖子马红骏斗亿完结时,成功传承了二级神凤凰之神的神卫飞升神剑。 那么你们知道马红骏的九大魂祭飞碟是什么吗? 听说胖子的第九魂祭简直是逆天的存在,话不多说和小编一起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 第一魂祭凤凰火线,此技能为直线攻击技能,蕴藏魂力于口中,从口中瞬间摊射出强力射线攻击敌方。 第二魂祭为浴火凤凰,此技能为马红骏的强力增幅技能。 开启此技能的胖子凤凰火焰的纯度以及伤害提升40%。 第三魂祭凤一天降,胖子使用凤一天降后会拥有短暂的飞行能力,并且在飞行过程中会留下凤凰火焰,对敌方造成减速与伤害。 第四魂祭凤凰小天机,此魂祭为马红骏的强攻技能,它能短暂禁锢十米内的对手行动。 若对手成功被禁锢,将从地底喷射出强大的熔江攻击对手。 第五魂祭凤凰流星雨,此技能为胖子的强力群攻魂祭,胖子凝聚全神魂力,将凤凰火焰化作烂天的流星雨攻击敌方,从而对敌方造成高额的伤害。 第六魂祭凤凰穿云机,此魂环为神刺魂环,技能效果是第四魂祭凤凰笑天机的升级版。 曾用此技能重创过海鬼斗罗,第七魂祭凤凰真身,马红骏在服用唐三级雨的十手烈阳神魅当后,成功突破七十级大关并获取了五魂真身,五魂邪火凤凰也进化成七手火凤凰。 第八魂祭凤凰使星恋,此魂环为神刺魂环,为胖子的控制魂祭,在斗罗最新一级中曾用此魂祭,成功控制封建宗宗主的行动,并配合第六魂祭凤凰穿云机成功击败封建宗宗主。 第九魂祭为凤凰降世,此魂环为神刺魂环,胖子在吸收此魂环后,成功将斜火凤凰净化成九手火凤凰。 此技能的效果也是逆天的存在,胖子凝聚全部魂力,召唤出九只九手火凤凰进行战斗,每只火凤凰都拥有本体40%的力量。 嘉陵关之战中曾用此技能重创五魂殿多名强者,以上就是胖子马红骏的九大魂祭介绍,对此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?